來 老師我們看一下 哇 台銀啊 今天在第一節失分27 第二節三集 第三節也失去了25分 你每節都是25分以上的失分 如果這一節還是有大概25分左右 那代表 台剛是要破百的 這籃下又有一些糾纏 這次輪到的是龍洪源 來看一下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哇 這應該也是要重看 但是我想有了剛剛的判例 現在這個判例應該 雙方犯規 擔心 蔡凡老師應該要來重看了 第一時間是判雙方犯規 因為兩個人都有糾纏的狀況 不過蔡家俊的最後這個動作是不必要的 沒錯 這直接也是有一點用揮拳的方式去打到龍洪源 我們剛剛特別有強調龍洪源 並不是很髒的球員 沒錯 他只是身材比較厚壯 厚實 然後他畢竟自己也是台銀出來 我們看這個時候其實龍洪源 在轉身當中的確就是要去做一個卡位 對 那你說他手肘有沒有出來 有 可是並不至於好像在頭部以上的接觸 沒錯 兩個人就是糾纏在一起 不過蔡家俊最後這個動作 我覺得也構成了剛才龍洪新的這個狀況 因為這個判例喔 在不到十分鐘之前 我們才看過一個例子 沒錯 有一點點像在考試 前面給你看一個例子 後面馬上再發生一次 對 這手部其實已經糾纏在一起了 對啦 而且這是在剛好是在兩名裁判老師面前發生的喔 我想裁判老師應該是會很明確的知道現在的狀況 那如果假設只是假設而已 公刀之上做個假設應該不會違法 就是如果這也是一次奪權出場 那台灣銀行在下一次的跨聯盟邀請賽 可能也沒有辦法來參賽 那隊伍會越來越少 這球看了很久 那怎麼看 蔡家俊感覺起來都不是一次的 防守動作 沒錯 這球討論的時間蠻久的 好 那在剛剛接受到工作人員的傳達資訊 是要經過討論之後 確認是重大情節才不會邀請 奪權的 只是奪權出場 的話就只是奪權出場而已 是 所謂的重大事件應該是只有鬥毆的情形發生 那像剛剛吳翁欣的奪權 或雙方犯規啊 或者是這種奪權出場 對 沒錯 對 這比較合理啊 蔡家俊做這一個動作奪權出去 我是相當支持的 是跨爾拜 上次比賽資格 要離開滿根棋 打球相比消比賽繼續 來當練英球 這場邊也是國威教練 來提醒一下子弟兵 其實在場上不需要做到這樣子的動作 畢竟剛剛其實也是 龍宏元這邊也不是有非常大的卡位動作 但是在籃下卡位難免會有手部的糾纏 對 這蔡家俊如果以前有跟陳國威打過 陳國威也會做出龍宏元一樣的動作 難道你敢去打陳國威嗎 那在這個時候馬上用球技還顏色 是 屋頂的外線三分球 投進的是布馬威家